各位網友, 最近我有一個體會 我發覺財務策劃和健康有些關係 都是一個習慣問題 等一等我告訴你 財務策劃, 如果你給我銷售都知道是金字塔 最底部就是保障, 保障之上就是儲蓄 儲蓄之上就是投資, 投資之上就是資產管理 或者叫做遺產管理 這幾樣東西裏面, 其實最難是什麼呢? 保險是不難的, 你買就行 其實保險就行 儲蓄是一個定期、定量、不間斷的過程 是一個訓練過程, 不是每個人認識的 投資其實都不難的 不過有些人性的東西就是 基因上是獵人, 投資就會好些 遺產分佈其實都不難的 最重要是有遺產, 不是每個人有遺產給你分佈 在生前能夠有精力和決斷力去分配遺產 其實都要幾聰明才行 最難就是儲蓄 儲蓄是一個定時、定量、不間斷的過程 定時, 即是一個月一次或者兩個月一次 甚至乎一個星期一次 定量, 靜悄悄, 別讓人知道 出了糧的時候, 或者找到收入的時候 先儲蓄後消費 這個才可以定量 不間斷, 就是一段延長的時間 你就可以形成一個良好的儲蓄習慣了 我想很多代理人叫人買投資單 即是儲蓄單, 都說 麥先生, 譬如說 如果你今天開始儲蓄錢 一年就儲十萬元 十年就儲一百萬元, 年款帶你不錯 麥先生就會跟你說 我自己儲蓄不好 你的投資產品, 其實就是保險 保險, 頭幾年都沒什麼好處 拿不回多少錢 我不玩了, 都是自己儲蓄 代理, 我們的標準問題 反問, 阿嬤先生, 你請問做了幾年? 做了二十年 請問你那二百萬在哪? 什麼二百萬? 你說你自己儲蓄得好 請問你那個儲蓄的習慣 有沒有養成到? 是沒有的 所以其實儲蓄是幫人養成習慣 當然是要給勇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一個代理人能夠幫你養成一個儲蓄的習慣 你連你媽媽都做不到的事, 你做到的 其實真的是抵比 定期、定量、不間斷 這三個元素就是儲蓄的最大因素 你能夠養成到這三個這麼重要的元素 基本上你儲蓄沒什麼問題 這三樣東西又跟我們健康有什麼關係呢? 早兩年, 我又開始跑步 跑步就會瘦 而且一開始跑步的時候, 瘦得特別快 原本是肥仔一個, 然後變得沒那麼肥 但是很有趣的, 看重沒什麼跌 主要是臉會瘦 你跑步就知道, 臉一瘦上來 又曬又黑 然後又會摸一堆 那些同事就問我 那個麥克勞是不是生癌症? 無緣無故瘦得那麼厲害 問問他, 要不要做白金 不用的, 其實我還未死 因為我沒有生癌症 只是忽然間瘦得太厲害 這就是因為做運動 做運動之前, 我是因為膽固醇偏高 醫生說我, 你膽固醇偏高 連續兩年了 五點幾至六點幾 你應該快點去做多些自己的安排一下 你要安排一下自己的運動 不是生癌症 安排一下自己的運動 飲食等等那些 講了半小時 嚇到我醒醒一下 我去做運動 改善飲食 當然膽固醇不會低了 只會越來越高 那糟了, 這次怎麼辦呢? 醫生就沒有告訴我怎麼辦 只叫我, 你不如吃藥吧 吃藥就可以降低膽固醇 你就不會死於心臟病 你可能會死別的東西 但人一定會死的 你要知道 我就開始研究一下膽固醇的東西 膽固醇, 心臟病, 糖尿病 我不是醫生 但據我所知 這幾樣東西都很有關係 特別是糖尿病、胰島素 和膽固醇之間的關係 我看了一些網上的醫生說 美國心臟病醫學會AHA 建議我們吃這個食物金字塔 那就沒事了 你的心臟病風險越來越低 那個三個型很厲害 最底就是吃穀物五穀 然後就是肉、奶、蛋白質 然後到最後才是脂肪 過去幾年不斷地重複 又重複講這個問題 這個食物金字塔本身的建議 直接為間接導致 過去30年美國的心臟病 和糖尿病的病人數字 急劇增加 基本上直線上升 很多醫學上的理論 去解釋為什麼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吃東西 從100年前 吃東西不定時 捉到什麼吃什麼 或者在農閒時 做很多農務 然後回去吃一點點 變成現在一日定時三餐 不是三餐 一早起床 7點早餐 12點前做個Snap 1點鐘吃晚餐 約人 喝咖啡 3點又說Snap 然後5點、7點 可能去T 晚上8、9點 我們才正式吃晚飯 還要鋸扒 然後回到家 可能做個宵夜等等 基本上我們由早上6、7點 一路去到晚上10點 正常的話 是吃六、七餐 有十幾個小時是不斷吃東西的 這個完全是最近100年來的習慣 以前是沒有的 導致什麼呢 不斷吃東西 而我們的身體不斷需要有胰島素產生 令到我們吃了很多東西下去的時候 那些營養是可以分解 然後迫回到我們的肌肉裡面 即是盡快吸收 但是這些東西你知道 我們要不斷膨脹身體 才能吸收到更多的營養 我們每天吃飯搞不好 所以胰島素就會有一個抗抗在這裡 情況等於吃飯糰一樣 胰島素的抗抗就是我們所說的二型糖尿病 這個病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即是只要我們避免什麼呢 就是避免我們的不良習慣 就是定期定量而不間斷地 每天地幾十年地吃東西 不斷地吃東西 吃到我們的胰島素 泵來泵去都招呼不到 好,血管仍然充滿了營養 充滿了果糖血糖 不行了,借光了 胰島都借光了 不斷地泵出胰島素 就變成有二型糖尿病 其實這是我們的習慣 其實呢 反過來想,這兩件事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但也有關係 因為習慣的東西是人培養出來的 你培養過什麼的習慣呢 就有什麼的結果 如果你培養的習慣是定期定量 不間斷地儲蓄呢 那你的結果可能就是一個富翁 你有豐富的資產 如果你定期定量 不間斷地去吃東西呢 那你就得過糖尿病 糖尿病,接著就是心臟病 健康和理財策中 有一個這麼有趣的關聯 就是我們需要一個後天培養的習慣 而這個習慣是什麼習慣呢 由你選擇 今天講到這裡,再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和訂閱 我會做多一些好的片段給大家看 多謝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你是我們沒有啟動的 點了